昨天晚上八点半钟左右 市民裴师傅和汪小姐在经过南京下关幕府西路 双楼门附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拿着酒瓶 坐在快车道的中间喝酒 而这可不是喝酒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 裴师傅说他经过这里时 男子正坐在马路中间 手里还拿着酒瓶喝酒 于这条路正在围挡施工 道路狭窄车辆很多 裴师傅和汪小姐把他抬到路边 然后在旁边守护 随后市民报警 担心他出意外 民警喊来120医生 医生检查 男子喝醉了酒 但并不大碍 因为联系不上家人 民警只好将他带回幕府山派出所行酒 今天上午我们得知 昨天晚上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 民警联系上他的家人 家人把他接了回家 对于两位热心市民的看护呢 家人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对他们说一声谢谢